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 明明是一个人在家 却总感觉 有人正在看着你 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让你甚至不敢关灯睡觉 打开所有房间的灯 依旧背后阵阵发凉 丽亚此刻就陷入了这种情形 最近她老感觉家中有个看不见的人 起身查看厨房 没发现异常 可就在这时 背后的门竟然一下弹开了 丽亚缓缓转身 却没看见人影 她壮着胆子走到门外查看 这么冷的夜晚究竟是谁在作祟 突然间 似乎是有人在她旁边呼气 但转头一看什么都没有 回到房间后 丽亚决定和黑妹一起睡觉 可刚刚入睡没多久 被子却诡异地滑到了床下 下一秒 灯也一闪一闪 精神衰弱的丽亚直接被唤醒 就在她捡回地上的被子时 却突然发现 一旁的椅子上似乎坐着人 坐垫有明显下陷的痕迹 丽亚将手中的被子盖了上去 并没有什么发现 正当她松了口气 准备上床的时候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被子被死死地拽住 回头一看 被子的一脚竟然有个脚印 丽亚吓疯了 赶紧大声呼救 大黑听到声音后立马赶来 可打开灯后依然是什么都没有 大黑显得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这不是丽亚 第一次晚上大喊大叫了 最近她的一系列表现 很难不怀疑她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原来就在两周前 丽亚刚刚逃脱变态男友的监警 男友阿德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大王 但她有可怕的控制欲 上到衣食住行 吓到穿衣打扮 阿德有着近乎变态的掌控 但凡丽亚略有反抗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在经受长久的折磨后 丽亚决定出逃 在一个晚上 她用安眠药迷晕了阿德 接着又将摄像头对准阿德 以便在出逃时随时监控她的动态 在阿德发现之际 她用尽全力翻过围墙 然后与提前约好的闺蜜碰面 一番周折后 丽亚终于摆脱了男友的魔掌 可尽管已经逃脱 她的心里已经有了阴影 现在就连出门拿个快点 都会把经过的路人看成男友 丽亚对阿德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这天 闺蜜上门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在她离开不久 阿德自杀了 丽亚有些不可置信 可看着新闻报道 俨然这已是一个事实 阿德的死似乎是一缕阳光 她终于敢独自走出家门 呼吸着新鲜空气 她决心重新开始 然而这天 丽亚又收到一封信 是一份遗产通知书 变态男友竟然把家产全部给了丽亚 并委托自己的弟弟传递这一消息 总资产足足有500万美元 信托基金会 每月10万的方式支付给丽亚 前提是在这10年期间 她不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可继承遗产的丽亚并不开心 她总觉得阿德不会这么简单的死去 可弟弟却只向一旁阿德的骨灰 再一次实锤了这一事实 可即便如此 丽亚还是有些不安 这些年的精神折磨 让她的心里激进崩溃的边缘 即便已经逃了出来 她还是夜夜无法安眠 黑妹看到丽亚的样子有些心疼 想过来宽慰她 可丽亚刚准备起身 就这样丽亚莫名其妙地 背上了打人的锅 大黑和黑妹也对她敬而远之 这次事情让丽亚更加确定家里有人 她绝望地大喊 究竟怎样你才能放过我 她突然想到 要是阿德还活着 那她的手机应该还能打通 随着呼叫声响起 天花板上竟然传来了 手机震动的声音 丽亚爬上阁楼寻找她的踪影 却只找到了一个手机 打开手机一看 里面还拍有她睡觉的照片 真是细思极恐 就在这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惊喜吧 原来阿德真的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并且还时时刻刻监视着自己 丽亚看着楼梯口出神 拿起旁边的油漆就泼了下去 一个透明人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丽亚吓得连连后退 等她爬下阁楼时 透明人已经不见踪影 跟着地上的油漆 丽亚来到厨房 突然丽亚就被举了起来 丽亚被甩飞在地 一番打斗过后 丽亚好不容易逃出门外 她叫来一辆车 直接去到阿德的家里 原来丽亚想在这里 找到阿德隐形的线索 她不能这样懵懂地对抗暗处的阿德 进到房间后 丽亚看到了一个空的指甲 可墙壁上的监控 预示着这并不简单 她走了过去 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 突然间 支架上竟然显现出了人体的形状 原来这就是阿德的秘密 一个利用光学原理成像 装有无数个摄像头的隐身衣 出现在丽亚面前 丽亚扒下隐身衣 内心有了一个计划 将衣服悄悄放入衣柜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在车上 丽亚约好了与闺蜜见面 两人在餐厅碰头后 丽亚正准备说出事情的真相是 餐刀却突然飞了起来 闺蜜瞬间就被抹了脖子 然后餐刀又回到了丽亚手中 一旁就餐的客人吓得放声尖叫 在别人眼里 丽亚就是杀人凶手 可由于目前丽亚的精神状态 她没有被关到监狱 而是押进了精神病院 阿德弟弟得知消息后 也来到了这里 她告诉丽亚 阿德确实没有死 她利用自杀抹去痕迹 这样就能身穿隐身衣 以为所欲为 只要丽亚听她的 阿德会花钱保释她 可丽亚怎么会妥协 她现在只想杀了这个变态 等到晚上 丽亚拿出事先藏好的钢笔 往手腕划去准备自杀 突然 透明人出现阻止了她 丽亚成功了 她就是想要利用 阿德对她的掌控欲逼她现身 她将钢笔狠狠地扎向阿德 钢笔的攻击让隐身衣发生故障 两人的打斗也引来了众多警卫 可阿德在岸 警卫在明 很快 所有警卫都被撂倒在地 阿德就这样逃了出去 这一次也让丽亚洗脱了罪名 之前闺蜜的死 就如同今天一样 都是这个变态的杰作 丽亚拿着枪追了出去 即使隐身一有故障 她也不是透明人的对手 但阿德并没有杀死丽亚 只是威胁她 要是不乖乖听话 就会杀死她身边的所有人 等透明人走后 丽亚立马通知大黑 要她快回家保护黑妹的安全 可还是完了一步 透明人已经来到了家里 大黑被直接制服 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危机关头 丽亚带着灭火气赶到 利用干粉彻底让透明人显出原形 接着掏出手枪连开几枪 带着薪酬救援不断射击 当她摘下透明人的头套时 她惊呆了 里面的人竟然不是阿德 而是阿德弟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警察查清事情的缘由后 他们告知丽亚 是阿德弟弟囚禁了阿德 这一大反转 让丽亚难以接受 她知道这一定是阿德的轨迹 医院暴露后 她利用弟弟摆脱了嫌疑 在医院杀完人后逃回了家里 再让弟弟去大黑家故意暴露 这样一来就能彻底逃脱法律的制裁 第二天 丽亚盛装打扮 来到了阿德身边 并表示自己愿意和她继续在一起 随后两人在餐厅共进晚餐 房间的监控也记录着这一切 阿德开始不断回忆两人的过去 时不时还对丽亚来一套霸总言论 丽亚却直接说 如果真的想要和自己在一起 就承认自己犯下的过错 可阿德还是坚持自己是受害者 毫无悔改之心 原来丽亚从近来开始 就带着窃听设备 只要阿德承认 外面的大黑就能全部录音下来 可阿德死不承认 直到阿德在丽亚耳边说了一句 惊喜吧 丽亚更加确定杀人凶手 就是眼前这个变态 她收拾好情绪 假装要去洗手间离开了餐厅 紧接着 只见桌前的阿德自己拿起了刀子 一把抹开了自己的脖子 监控中阿德就此倒地 原来是丽亚利用之前藏好的隐身音 反杀了阿德 随后丽亚装作不知情走了出来 然后避开监控死角 拨打了报警电话 挂断电话后 立马恢复了平静的表情 然后对阿德说了一句 惊喜 听到这的大黑立马冲了过来 只见丽亚提着隐身医症准备离开 原来丽亚也利用了大黑 她并不是想要阿德认罪 一开始就是想杀了阿德 丽亚微笑地问大黑 刚才你听到了什么 大黑只好回答 阿德好像是自杀 影片至此结束 这部电影没有惊悚镜头 却将恐怖的氛围层层递进 导演运用镜头语言 把人的恐惧源自于位置 全部体现出来 而最后的爽力的复仇 也是十分过瘾 不得不说是一部 优秀的科幻惊悚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透明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